在第四題這邊 好 第四題的話呢 他就這樣你去判斷什麼東西 判斷說這個抽樣的話 是用哪種方法去做抽樣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喔 第一個 第一個你看一下 哪個比較好 你看 他說猛次選舉 那麼新北市民的話呢 來自全台各地對不對 好 那麼他說 每一個你的投票率 跟這個開票率基本上是一樣的 OK 那麼想要知道某一個候選人的當選率 好 你覺得你還用哪種方法去做抽樣 你覺得 他的意思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譬如說 我們想要選每一個禮嘛 對不對 好 那你可以去想說 就像剛才我講那個例子啊 因為他想要知道是每一個禮的那個 就是 某一位候選人的當選率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用分層 還是會用這個 所謂的部落 應該部落 為什麼 因為你的差異性一定越少越好 比如說 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你的第一層裡面呢 如果有從台北的三個人 比如說 假設有兩層好了 我就兩層好了 假設有人從台北來的 有人從台中來的 有人從台南來的 那另外一個如果也是從台北 台中 台南的話 你這次連結像是說抽樣 是你這樣 準確率比較高 對不對 如果你用的是 都是台北的一組 台北台北 然後台中台中台中一組 請問你 你覺得 他的準確率會高嗎 其實不會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的需求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希望是 我們分層之後的每一層 每一層之間的那個差異性 是越少越好 所以我們用的是什麼 部落抽樣 這樣聽懂嗎 簡單的講 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他講的是這個 某個禮的候選人 那我們講說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好了 我們說台北市好了 台北市 假設如果你已經事先製造說 台北市裡面北部的人 佔百分之 好 六十好了 然後台中呢 佔百分之二十 然後呢 台南佔百分之二十好了 你的比例是不是很明顯 是六十二十二十 是不是三比一比一 那我們在做什麼 做那個所謂抽樣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怎樣 他的每一組每一組都是一樣怎樣 這個比例嘛對不對 就是北部的人如果能夠三個人 中部裡有一個人 南部有一個人的話 這樣比例就跟他一樣了 當然你可以用三十十 聽懂嗎 那我們希望那個每一組每一組比例 跟這個所謂的母體 就是全部的比例呢 是接近的 那你這樣做抽樣調查的時候呢 就會確定比較高 這樣會啦 因為你如果從東台中跟台南的話 每一組跟每一組的差異性太大了 那大家需求是不一樣的 所以第一題的話呢 我們用的是所謂的部落抽樣 這樣子 會啦齁 好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他講的是房價對不對 他說有五都對不對 台北啊 台北台中台南啊 高雄 那哪裡 桃園是不是 好 那麼他說想要知道他的那個 經濟部去科的那個房屋的地價稅 好 那這是什麼樣子 你覺得 當然是差異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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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用的是什麼 分成隨機抽樣 因為他想要知道是各個縣市嘛 對不對 那本來台中跟台北 本來就不一樣了嘛 OK 那我們台中 假設好 台中裡面呢 台北好 假設台北有十萬戶好了 然後呢台中呢 假設有五萬戶好了 那我們各自各自分類就可以了 就不用說 我們硬要把台中台南台北高雄這些 並成一組不用 就台北的自己一組 台南的自己一組 因為我們想要知道每個區域的那個波動 這樣聽懂嗎 所以每一組跟每一組之間的差異性 就比較大 這樣懂嗎 OK嗎 真的OK 可以 所以這用的是所謂的分 那個分成隨機抽樣的方法 可以啦 因為他想要比較是每個地方的各自的那個波動性而已 他並不是想要知道全國的 今天如果要用全國的話呢 那怎麼辦 你就可能要用所謂類似跟講的部落抽樣 對不對 會啦 OK 好 請 感谢观看